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前輩 媒體人鄭佩芬 佩芬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政治學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 侯英哥好 大家好 以及醫藥記者洪素卿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媒體人黃光琴 鄭大哥 大家好 以及媒體人陳敏鳳 大家好 非常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民主先生李登輝 那麼這個是這個聯合報 今天聯合報說他已經住院174天 台北榮總說李登輝的狀況不佳 那這個是今天中國時報的一板頭條 李前總統他病危了 病危了 所以小英總統賴副總統 蘇貞昌院長都去探視了 那這個是今天的蘋果日報 做了一整 他做了一兩個兩個版 李總統他生命正在拔河 生命正在拔河 那我們在這邊還是非常的 忠心的期盼 李總統他的身體能夠 這個恢復健康 那麼不過這個李總統在台灣 主政這麼久 對台灣的影響非常的大 那今天我們要好好的來 跟大家做一個這個報告 那先請教一下蘇貞 就是說李總統的這個病危的消息 怎麼會傳出來 我看媒體解得非常的沸沸騰騰 是其實李總統病危的消息 應該是在前就是星期 本週一的當時開始傳出來 那其實我們必須說 他因為2月8號駐近北榮之後呢 那陸續有出過一些狀況 所以各家媒體呢 也都有做一些準備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在台灣 左右貢獻的人物 所以呢 包括3月有一次狀況比較緊急 大概這一次 那這一次為什麼會傳出這個 其實也很意外 有一些人是說 他們看到了某些的媒體 不小心流出一份新聞的文件 這個文件就說他在當天的晚上9點已經把管 那這個新聞一出來 我必須說當天的榮總在石牌那邊 整個沸沸揚揚 因為整個榮總外面都是塞滿了記者 路過的人都在想榮總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這個時候這個消息就已經在網路傳開來 部分的知名人物也開始轉貼李總統 已經過世的消息 以前總統已經過世的消息 然後就說他把管了 然後病危了 可是事實上經過查證之後就發現 就像陳如剛才鄭大哥說的 其實他的狀況是 當然是相對的危急的 就很如理 北榮說就是說 他其實現在所有的指標 都維持在最低標 對他在最低標的狀況 就是他一些生命狀態 我們可能說 包括他的可能多數的時間 其實可能是在昏睡當中 那可能說包括因為他早先 最早我先講一下他的狀況好了 其實他二月八號為什麼會住院呢 如果大家知道就是 其實李前總統這些年來一路上 身體雖然有狀況 他都很努力的面對這些疾病 可是他在去二零一八年跌倒 跌倒一副腦有出血之後呢 其實影響了他一些功能 包括可能吞咽沒有那麼順暢 所以他二月八號那一天呢 可能他的護理師幫他量完血壓 打完胰島素之後呢 可能後來又開始餵牛他喝牛奶 就喝牛奶就嗆到了 因為通經驗功能沒那麼好 嗆到之後呢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有時候他嗆到 不小心嗆到肺部之後 這些東西在肺部就造成 他的肺部有點浸潤 就是我們也想說發炎 那可是一般人可能肺浸潤 他就住院了啊 可是住院之後就發現 他不只是肺積水 他的肋膜也積水 然後肋膜積水呢 就有稍微壓迫他的心臟 那他知道他其實他的心臟狀況 他是台灣算裝了很多心臟支架的 心臟狀況本來也不好 所以等於很多的器官都受到威脅 那這樣的情況下 醫院醫生在用藥的時候 也要非常謹慎 因為一般人可能可以承受一些 什麼抗生素什麼都可以 任意的使用 可是他用的情況之下 就必須斟酌 會不會傷到他其他的器官 所以一路以來 其實在COVID-19期間呢 就一直傳出說 李前總統在住院 李前總統在住院 用鼻胃管在餵食用什麼 然後就維生系統在維生 然後一路都以這樣傳說 那直到了禮拜一的晚上 傳出說他病危 那病危 這時候榮總 當然榮總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狀況還是一直一樣 就是他們幫他維持著 然後再維持在比較低標 但是就是說 不像外面所說已經把管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是 包括一些政治人物 或他的親戚也開始去探視了 所以可以看到持續幾天 其實記者們都一直在榮總守候 我覺得今天這個 蘋果日報做這個就非常的清楚 李總統是在2月8號喝牛奶的時候 喝牛奶進去 我們有一個是食道 一個是氣管 那正常就我們那個要喝牛奶進去的時候 其實會經過食道 那所以氣管那邊要關起來 可是呢 他氣管那邊可能關得不理想 他嗆到了 對 那水就跑進氣管了 氣管以後就跑進肺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跟年紀有關係 對 他吞 我們知道年紀還有一點點 他吞咽的功能會退化 所以你就吞得沒有以前好 那所以呢 他應該從食道進去 可是他跑到氣管進去 氣管以後跑到肺 跑到肺以後 可能這邊李總統他也嗆不出來 咳不出來 那咳不出來以後呢 後來就導致漸潤 漸潤以後就發炎 對 年紀很大了 那發炎之後他 就積水 積水 對 那因為年紀很大 沒有那麼強的力量 可以跟他對抗 情況是這樣 台北榮總 全部都是記者 還有這個攝影機 那為什麼 因為連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都去了 這表示一定是有大事 那我想請教一下敏鳳 從政治上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表示說 其實李東輝在台灣的歷史上 是很重要的 不管各方評價對他怎麼樣 所以就表示說 我們這個 他的如果離去 他整個在歷史上面的定位 就是要重新要被 要被這個評論功過了嘛 對 對不起我再唱話 我的意思就是說 難道總統也是因為看了 看了新聞 假的新聞以後才去的嗎 應該不會吧 我要補充那個肅清的 聽說這個會流出來 是因為他本天 每一天的這個 所謂總統的這個醫療會議 是晚上八點開 可是那一天不曉得為什麼 提到下午三點開 所以榮總醫院就全部在傳 李東輝會病危了 所以這消息才這樣子出來的 那後來傳到晚上 晚上就有一家這個 所謂網路媒體直接就把它寫了 那當時晚上的情況就很複雜 有人說已經回去這個翠山莊了 然後有人說還留在醫院 然後結果後來就證明說 好像還在醫院 那北榮的副院長 好像有透過一些管道 跟執長這邊講說 今天晚上沒有事 但是情況不是穩定 所以隔一天所以才會總統副總統 林書院長三個人都一起去了 尤其是副總統還取消一個 什麼十年變遷的座談會 那個是金周刊辦了一個 蠻重要的座談會 所以三位三個人到了 然後到了十一點 曾文慧 因為曾文慧一向不太出門 那他這幾年身體其實也沒有 就是說當然他比李東輝要好很多 但是他身體上面有一些病痛 他常常會問說 總統在哪裡 總統為什麼還沒有回家 那即使去總統探視完回來之後 還是會去問隨乎說 那總統在哪裡 為什麼沒有回家這樣子 那可是所以連復 連那個曾文慧 還有張岳雲都出動了 所以就是說大家覺得說 這個事情好像嚴重 因為傳這件事情 就是李東輝 因為身體比較 就是說 臨機比較大 傳了幾次的意外說 這種事情就傳出來很多次 可是這一次好像就不同了 就是說因為我們總統府的人馬 還有行政院人馬通通去看了 所以這個東西榮總醫生也會覺得說 他是盡最大能力在救 所以這次的意義當然就會比較不一樣 那當然他整個一個如果說有怎麼樣意外發生的話 算是近年來這個要這樣處理的一位總統 了解 我們看一下這個照片真的是很珍貴 這是蔣經國前總統 他去視察 他帶著誰呢 他帶著孫運璇 帶著李登輝 這個是林陽港 這個是邱創煥 對不起 這一位還有誰 蔣燕士 這是蔣燕士 我猜這個湯池他應該是行政院長 這個這個孫運璇行政院長李登輝英 我不曉得李登輝當時 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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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都是未來很可能要接班總統 接班這個蔣經國的 那這個你看看這個是蔣經國 這是李登輝 那我們再看這一張 這是蔣經國 這是李登輝 蔣經國是總統 當然腳可以翹起來 對不對 這本來就這樣 那如果是部署 當然就要各規舉舉 做什麼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佩芬姐 就是蔣經國為什麼 你看這個是李登輝 這是蔣經國 因為長官就是在前面 然後你不是部署 就會站在後面 而且一般來講 會站在左後方 那為什麼蔣經國會把班旨交給李登輝 他是怎麼信任他的 其實我覺得李登輝 他第一個他是學農業的 農業經濟 那李登輝重視他也就是衝著這個 因為台灣那個時候十萬大軍 號稱有十萬農業大軍 而且那個台灣正好要面臨轉型 但是你那個轉型的過程中間 你農業還是很重要 那台灣如果不能自給自足的話 未來前途就滿麻煩的 而李登輝第一個 你知道蔣經國滿重視人家的學歷背景 李登輝第一個 他在康瀨爾的博士 然後這個基督徒 因為蔣經國他們都信基督教 都基督徒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人也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幕僚群眾 因為他就是個讀書人學者型的 所以我覺得 沒有幕僚群眾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一路走來 就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然後這些東西 基本上沒有所謂的班底 也不像很多人 沒有派系 對很多人有班底 像林陽港 邱昌煥他們都有班底 特別是林陽港 那個班底真的很大 所以那李登輝基本上 是個學者型的人 那蔣經國基本上是 對學者是非常的重視 讀書多的人 他基本上是比較重視 我舉個例子 當時他女兒不是到美國 就是希望嫁一個留學 嫁一個博士 嫁一個學者 你說蔣孝章 對 只是後來他自己看上 玉樣河而已 余大偉的兒子 對 他基本上是要他去嫁 給一個留美的學者 所以他對讀書人 因為他們那個家族裡面 滿少學者型的人 跟他的學歷有關係 對 那如果要找一個他的接班人 需不需要這種觀察口試 我覺得會 因為他的觀察 其實蔣經國跟李登輝個性不一樣 李登輝找人家去談的時候 都自己講 因為他書讀很多 那蔣經國就坐在那邊 瞪著你看你講 那常常去講的人就被嚇到 可是那李登輝基本上 他學識是不是夠 你問他什麼 他特別是講農業 他當然答得出來 那蔣經國對他的那個背景 我覺得是欣賞的 是欣賞 對 非常忠誠的 那個非常忠誠的基督信仰 也是真的關鍵 這個有時候私底下是不好講 李前總統他卸任後 有一次請找我跟我太太吃飯 然後吃了大概三小時 三小時都是他在講話 真的 他很愛講 你今天講話 你絕對查不上他的 而且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然後他看的書又很多 他竟然跟我講 半導體幾奈米技術 然後再跟我講物聯網 你就可以想見 然後再跟我講什麼 你知道嗎 那個美國有個很大的家族 幾乎掌控全世界的 叫做羅斯柴爾德家族 羅斯柴爾德 他有紅酒控制金融什麼東西 他竟然跟我講這個家 而且他還講AI 人工智慧 對這個很有興趣 而且他最喜歡就是人家從國外回來 帶很多新的書 新知識的書給他 所以他真的是讀書 他讀太多書了 我印象很深刻 只是因為我讀好 好不好 來我們先休息 這非常不容易 我們在李登輝當總統的任內 跟他有握握手的 現在我們跟這個他握手 現在都捨不得洗的 就是黃光琴 對 其實李前總統 他身體狀況 我先補充一下 因為年紀大了 對 所以老化了非常嚴重 但他訪客不斷 就是說他重聽 然後每一次來客人 要跟他交談的時候 要透過王彥均 現在跟著他 王彥均 王彥均要蹲在他的面前 要轉達來客人的這個話 給李前總統聽 因為李前總統 有時候聽說話 只有王彥均 在他晚年的時候 跟他親近的人 他才能轉速 一般人沒辦法轉速 他就是說跟客人 聊天接見的時候 判個小時 他就開始打瞌睡了 他四歲 體力不济 體力不济 可是老人家他到了半夜 他又睡不著 結果他半夜睡不著的時候 什麼 他還是很關心 他打開那個戰論節目 他看戰論節目 又看到激動的時候 還會罵個幾句 真的喔 對 這是我專訪 那個陳建民 他所描述的 李前總統 這個比較早一點時間 我記得那時候是 西洋行政院院院長的時候 因為謝宏 直到這個晚年 他的晚年 他都有跟他接觸 楊憲宏 楊憲宏 因為李前總統 他每一年 他就是聖誕節 他自己會親自正道 所以楊憲宏 他們都會被受邀 結果在行政院長 謝長廷的時期 因為我為什麼記那麼清楚 是因為那時候楊憲宏 就受李總統之托 就找兩個外甥女孩去 一個是周玉寇 一個就是我 他想瞭解一下 那時候我們對政治的看法 李前總統就是這樣 然後去那天剛好 周玉寇在台式節目被砍掉 西洋庭把他砍掉了 所以我記得是西洋庭當行政院長 那幾年 幾月 幾號 我忘記了 結果去那邊的時候 當然就是說 嚴重真的很劍談 然後想瞭解一下 我們的我們的想法 結果曾文慧女士 他就是我們一般對他的認知 就是說很低調 他那天幫我們炒米粉 他炒一炒 他就自己進房間去看電視 曾文慧女士 就是為你們炒的米粉 就是我不曉得他廚房的情況怎麼樣 反正就是米粉炒出來 就他可能跟那個他們的用人之類 我也不知道 反正後來就一桌那個炒米粉 可能有廚子 對對對 然後結果後來吃完飯了 減餐之後呢 他李前總統就自己酒病成良 因為他自己在打醫老宿 而且他白打 還是跟我們回頭在那邊笑 這樣笑 就是我看到他那時候就說他很早年的時候 這個就有糖尿病嘛 就是說那他自己酒病成良 他自己打針 那個是大概二零零五年左右的事情 可是他這兩年的狀況 我跟大家講 就是你講到這個糖尿病 對不起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他後來卸任後 我在廣播電台訪問過他幾次 電視台也訪問過他幾次 你知道他跟我說 你知道我一天要煮幾遍胰島素 然後我下去開工 他說我都自己煮 我說你怎麼煮 他說他都在車底煮 煮機開開 他說他三個撈起來 然後打肚子 因為有一種益州糖 就是一下去就好了 這是比較新的 可是他打三十年了 所以當年沒有那種黑心 你看他多勇敢 黑心老鼠自己打 那時候他那個年代 他是自己在參桌上 還要綁那個什麼 那個黃色那個線 然後打 這跟我們笑你知道嗎 那後來他是這兩年 你知道他 剛剛肅清講到的確 他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二十九號那天跌倒 老人家不經跌的 結果那次他就住院兩個月 長達兩個月 一整年沒有公開行程 後來他再有公開行程 是第二年就隔年的 二零一九年的 十月十九號 就那時候他要領任何基金會 他每一年都有募款參會 你知道二零一九年 十月十九號是什麼概念 就二零二零 蔡英文總統 一月十一號要總統大選 結果他就付出 可是那時候 申請狀況已經不好 坐輪椅不說 然後他那時候 被輪椅推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他當場呼應 就呼籲說 大家要支持蔡英文總統 而且那時候 他對韓國瑜評價只有 大概簡短一句話 他說 怎麼可以讓那隻魚當選 他講韓國瑜 然後2018年他過生日的時候 阿扁陳總統他不是 李前總統比較身體 狀況不穩定的時候 他不是講嗎 他其實2018年 帶著陳志忠 其實去幫他過生日 李前總統從他執政 主政 到後來他的 有兩個重要的 三個 一個是他兒子李憲文 2月28號的忌日 我覺得他是有點像 他們生命家族的 一個228 另外一個是聖誕節 我剛剛講 一個就是他生日 他生日如果能夠受邀 然後在那個年代一桌子 那真的是很核心 很親近的 像宋楚瑜情同父子 或是像孤家的人 然後我就說 這個都是絕對的情景 所以阿扁總統 後來跟他誤解兵事 以前兩個人互相抨擊 然後2018年 他帶著陳志忠 去幫李前總統過生日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狀況 真的令人不生唏噓啊 因為阿扁總統 身體狀況也不好 他右手中風過 然後他手會抖 結果你就看到 那個李前總統 看到阿扁前總統 就是在那邊手一直抖 然後這個右手 中過風的那個跡象 那李前總統2015年 他也中過風 你說剛剛那個報紙 有寫說他中風 然後怎麼樣 那李前總統坐到輪椅上 結果他跟他們 他們就互相勉勵說 你要比較保重 就是說你要保重 你的身體等等 然後到了今年的二月 就是蘇星講的那個 背禁論那個時候 也是我們臺灣疫情 開始蔓延的這個時候 那時候中國大陸 你知道那個網軍 就開始在捏造假新聞 還謠傳說他得COVID-19 五萬肺炎 就是發佈他的喜訊 可是這一次狀況 真的是有一些不一樣 那我必須坦誠就是說 我是主線 保里登輝前總統的這個記者 所以在太陽花學運那個階段 其實有一陣子 但各家媒體都在找我 你們以後如果看到播出 他們都因為我們媒體習慣 那就是留稿 你知道留稿概念就是 以前有什麼黨國大佬 萬一他突然走了 那你必須把抽屜裡面的稿子 立刻他的人物啊 他什麼弄出來 不然來不及嘛 要一整個版嘛 所以那時候 剛剛加電視台 那時候還是我黑頭髮的時候 比現在年輕幾年 那可是這一次大概在 他這次住院二月進去 他不是一百多天都沒有出來嗎 結果就那個雜誌社就開始 叫我留稿了 那所以我就做了一些採訪 所以在這一次的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的確是跟之前我們看到 他大概十來年都進出醫院 所以所以這次狀況是有點特殊 對 後十年身體越來越不好 是是是 這跟大家分享就是 這是小英總統在一月份 他總統勝選的那一天 他去跟李總統報告喜訊 當時李總統看起來 他應該是很怕冷 怕冷這樣 那其實他這個二零一八年出院之後 很多政治人物都去看過他 包括柯文哲也都跟他照相 其實那時候也是坐在椅子上 他的臉色就不像以前那麼 那麼就是說有那麼精神 其實那時候就蠻蒼白的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也是這個樣子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范老師 為什麼李總統被稱為民主先生 1988年蔣經國去世 他當時是副總統 那當時當然我們知道這個 國民黨裡面還有很多的大佬 包含像是李煥啊 包含像是這個好伯春啊 或者我們說是當時這些 那些國民黨的外省級的大佬 掌握了整個國民黨 所以李登輝當時我們聽過笑話說 蔣經國為什麼在1984年要提名 李登輝當副總統 有個笑話 就說因為蔣經國在上廁所 然後那個旁邊的水戶就問說 請問總統啊 那個副總統找誰啊 蔣經國在上廁所 他說李登輝 李登輝 你等一會啊 李登輝 李登輝 然後那個水戶說 李登輝 李登輝 所以李登輝就當副總統 這當然是個笑話嘛 怎麼可能說 你是曾經學教授了 這個是 這個應該大家都聽過嘛 那當時1984年的時候 為什麼當時是不找這個林陽港 因為我們知道 林陽港一直在李登輝之前 那為什麼找李登輝 因為林陽港第一個 他當時在當深入席的時候 非常囂張 那就是包含他把 我怎麼說他很囂張 當時候的行政院長是孫運璇 那他這時候把新竹市跟嘉義市 升格為省霞市 他是省主席嘛 那省霞市之後 變成說他的這些稅賦啊 什麼東西都不想改變 所以當時孫運璇非常不高興 那時候蔣經國屬於的是孫運璇 第二個所以我們看到在198 蔣經國屬於孫運璇接班 對 他是行政院長嘛 另外就是 就是後來他中風 那另外就是林陽港家族呢 在南投是勢力非常大 他當時省主席 他的弟弟叫林元朗 當時是南投縣長 對 這是為什麼後來 李登輝會不會重用 因為我們知道 李登輝當省主席的時候 他的兒子李憲文不幸往生 所以他等於他沒有 家族的政治的包袱 而林陽港的包袱非常非常重 我們看到1978年6月27號 李蔣經國的日記 當時他說林陽港散變 不可不防 而且說他耗虛 對 然後到7月29號他說 他孤民釣獄 耗大喜功 南城大事恐將獲釋 對 印象不好 所以你看就是說當時 寫得很重耶 非常重非常重 然後到了 然後當時呢 8月12號的李登... 蔣經國日記講說 有才能 但是品德不正 他是說 在關鍵的時候 他可能會把握不住 所以說要深加注意 嚴加考核 所以表示說 當時林陽港在當省主席 而李登輝那時候 是台北市市長 所以他當時的評斷 已經很清楚了 對 而且他對蔣經國在 蔣經國在1979年 他對李登輝的評價是說 他工作熱情 而且有科學觀是可培植之人才 所以1978年到1979年 我覺得是個分水力 林陽港當省主席 而李登輝當台北市長 蔣經國已經高下立判了 那我們剛剛講過 為什麼他 所以為什麼1984年 當時大家很意外的是 當時這個蔣經國 提名的是李登輝當副總統 而不是這個林陽港 到1988年 蔣經國去世的時候 當時整個國民黨高層 還是這些外省族群 還有我們看到當時的 立法院啊 國民大會 這是老國代老立委嘛 所以當時蔣經 那個李登輝 他承接的是一個 台灣要準備要走向民主 特別是 我們知道這個民進黨 當時已經成立了 所以當時的情況就是說 所以1990年 他召開了國事會議 國事會議當時 當時他是想把朝野一起納進來 但是因為國民黨裡面的 這個所謂的保守派 力量非常大 所以他透過兩個方面 一個是跟民進黨合作 第二個就是當時 1990年的這個 所謂野百合學運 我們都看到現在 今天的范雲啊 他們當時都是主要領導者 他透過了這個學運 以及透過整個這個 反對黨的力量 那當然還有就是 我們看到就是 這個當時整個 他把國民黨本土化 但很多人批評就是說 他當時本土化 幫我們看到了今天的 言清標 或者當時什麼五折員 就把這些當時在審議會 審議會當時這些這些 這些所謂的審議員 大部分都是地方型的 然後教育程度並不是很高 可能跟黑道啦 跟什麼有點掛鉤 他透過這些人 進入到國民黨中央 他們來選立委 因為我們知道後來 我們知道這個1991年 我們終止的動員勘亂時期 然後後來我們這個 整個這個國會全面改選 這些人進入到了國民黨 這地方型的 就是說把中國國民黨 變成台灣國民黨 對 那這點來講的話 他加上就是我覺得 那個時候他很重要 就是我們1992年 終於終止了這個萬年國會 這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們知道當時 大家都知道那時候 老國代老立委 他們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那他們等於說 主導整個國民黨 而他透過了民間的力量 社會的輿論 讓這些老國代老立委 戴著尿袋 當時我們都知道 他們到陽明山開會 他們志願的等於說是 讓他們退職 然後由 後來我們看到 1996年的這個總統 直接選舉 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 他是用了非常多的力量 除了國民黨裡面 包含像 布克福倫 送處於支持他的 因為他透過了整個社會 團體還有民進黨的力量 共同讓這樣一個民主 憲政的發展 達到今天的為止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非常困難的 一個事情 剛剛范老師談到所謂的保守力量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幾張 他跟豪博春拍照的照片 還有跟宋美寧拍照的照片 那個照片其實傳達很有意思的 這個意思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來看一下這個是真的是非常難得的照片 這個是李總統 這個是豪博春 當時豪博春是 參謀總長 那時候是參謀總長 一開始是參謀總長 這個時候這個照片 應該是國防部長 你那個是哪一年 就是要看哪一年 他就做了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 那你覺得誰是老闆 以翹腳為標準 那你要看翹腳的照片 還有一張 來看一下 他穿軍服嘛 對不對 所以當時應該還不是行政院長 不是 參謀總長 參謀總長 這是李登輝當總統 那為什麼是他翹腳 而不是他翹腳 就是 其實那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好博春翹著腳 反而是李登輝做得比較拘謹 對 看起來比較像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他那時候因為一九八八年 蔣軍國去世的時候 整個軍權還是在好博春 他那時候當參謀總長 通常非常多年 所以當時李登輝 為了讓他脫下軍裝 就是先讓他當國防部長 然後後來又提拔他當行政院長 讓他跟軍權完全隔離 所以我比較講 那個時候的李登輝 他有本書叫虎口下的總統 在日本 虎口的總統 對 他當時的確是面臨到 第一個 軍隊是好博春 政治是李煥 他完全是被架空的 因為當時我們知道 蔣經國提名他當副總統 很多人認為說 他就是一個過渡 認為不可能把位置傳給他 剛才胡云哥講 本來是要傳給孫英璇 後來孫英璇中風 那但尤其說 因為一九八八 一九八四年 他被提名為副總統的時候 孫英璇那時候還蠻健康的 後來聽到這個消息 他覺得他不被重用 對 是不是因為這個因素不知道 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一九八八年一二十三號 李乾榮他繼任總統 第一時間 郝不春他率三軍 效忠領袖 這是很關鍵的一個力量 那包括這個其他的外省族群 譬如說趙康 那包括那時候的余國華 余國華是蔣家的加成 所以內股外省勢力 在第一時間來講的話 他們某種程度 他們是福音民主的 然後後來主流非主流 那個非主流整個造反 那另當別論 你看這是反軍人干證 這是那時候 陳水扁在立法院時代 當立法委員 當立法委員 你看大家背著這個布袋 這個布條 這個反軍人干證 在立法院很激烈的打鬥 你知道嗎 你沒有秀一下阿扁那時候 是哪一個 阿扁就這個 哪一個 最衝的 這個沒有看到 這個 搬椅子這個 最衝的 那時候應該差不多四十通話 就是反軍人干證 阿扁那時候剛到立法院 那時候立法院四把刀 在民進黨裡面 非常有名 然後這個 你看這個郝伯春 那時候在立法院 他在背群的時候 行政院長 那當然就是 剛剛范老師講的 沒有錯啦 就是說要拔他的軍權 你知道嗎 不只是軍方 連包包警戒都是他人馬 大概三分之二都是他人馬 警戒也是郝伯春 警戒也是 那時候軍權部分加碼 那時候叫郝家軍 而且非主流召喊是那個 郝伯伯 然後後面還有郝龍斌 結合趙康 郁慕明 你知道 還有就是說你看 他主閣以後 他就重用這個小鋼炮 這種外省族群 像這個王建宣 你知道後來王建宣 後來也不方而散 主流非主流大戰 我們就不用講了 那時候在背群的時候 這個劉勝良 這個劉勝良是上一輩 這是江啟臣的岳父 立法委員 那是很年輕喔 在他之前 他李旭已經當黨主席了 這是靠那個 靠國民黨到護衛 那時候多數席次嘛 對不對 那在郝伯春 新店選出來的立委 對對對 在郝伯春之前 這個鄭姐就非常熟悉 這李煥 他先擺李煥 李煥做行政院院長 那你要指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我來指 我來指 這個因為他們年紀小 來看一下 這個是當時的行政院長李煥 他的女兒就是李慶安 對對對 那這個是施啟陽 這個是前副張豐旭 連戰 當時的連戰還沒有辦法 站到前面那一盤 當時他應該是什麼職務 他親府會主委 他做親府會主委 外交部 外交部還是這個前副 那副作業長施啟陽 然後毛高雲教育部長 然後那個旁邊 張諾遜應該是秘書長 對 這個是毛高雲教育部長 這個是財政部長郭婉榮 這是法務部長蕭天讚 這是許水德 許水德可能是內政部長 對 對不起你們都不出來講 害我只好我出來講 那是內閣的照片 這個就是送走李煥 就最後整個送走李煥 那時候是那個李煥 那時候自封為小媳婦 對不對 那後來好不春那時候 我們跑到立法院 要行使同意權 你說現在看那個監察委員 監察院長那算什麼 那時候行使同意權不得了 那所以後來這個主流非主流 你看我必須定位李前總統 他真的是一個高手 他對權力的掌握 跟權力還沒到手 那時候隱忍 你知道那時候對那個 那時候蔣家的那個 蔣宋美齡 那蔣宋美齡要集體領導 蔣宋美齡坐鎮 那時候包括蔣家的子弟 你看那個蔣孝勇 他把他外放到日本 原先蔣英國把他放到新加坡 後來他收攏那個張孝妍 那時候叫張孝妍 後來的蔣孝妍 那蔣孝妍就造反了 蔣孝勇 但是他們在國民黨的體系裡面 像中央委員 你必須要排 而且名次要往前 要在前面 所以在那個過程中 人家怕軍方政變 尤其是你想想看 怕軍方政變 當然 你要你怕不怕 還有野百合學育 那時候整個在中正紀念堂 前面那個你知道 多少次李前總統帶著 蔣文惠女士半夜睡不著 一點鐘燈火通明 跪在他們床前在禱告 你知道嗎 那時候是這樣的一個氛圍 你知道 其實我訪問過李前總統 我記得我最後訪問他 最後一次訪問他 我問他說 那你在總統任內 你覺得最難的事情之一是什麼 他說其中之一就是 這一個拔掉郝伯春的軍權 因為他說好像最嚇到他的事情是 郝伯春當行政院長竟然召開軍事會議 對 軍權是我總統的 你怎麼行政院長 再召開軍事會議 這個事情後來被當時的立委 葉菊蘭所揭露 對 等於說那時候 他認為他是行政院長 他可以掌握軍權 這是我的部署 來行政院開會 他不曉得這是總統的質詢 他逾越了 對 所以後來那個 三軍統帥 對我覺得李登輝他 非常像這個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有一個名言就是 杜鵑不提等他提 一種鳥 對一種鳥 李登輝他是49歲才加入國民黨 那個時候那個時代 大學就加入國民黨的人 比比皆是二十歲 他為什麼那麼晚加入 因為我們知道 他早期當然他在這個留日本時期 他當時是進度大學 我覺得他有個讓我最厲害的地方 他永遠是非常的隱忍 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 他是非常的隱忍 為什麼因為他加入過共產黨 那我們知道這個 他在京都大學是一個非常左派的大學 所以當時的學者很多都是 比較偏向這個共產黨 對 那他後來二二八事變之後 他的確是參加過 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台灣工委他加入過 那後來因為二二八事件 他脫離了 但是他從頭只知道他是黑名單 所以他非常的隱忍 然後他一九五二年到美國 愛德華大學去念碩士 後來回來之後在農副會工作 然後後來到一九六五年才去這個康奈爾大學念博士 他在念博士的時候 其實他跟誰交好 黃文雄 黃文雄是成立 黃文雄有兩個 一個在美國是對蔣金國開箱那個 然後有一個是在日本的作家 對然後他回來台灣之後 他一直在農副會工作 另外也在政大監客 因為在哪個所 在我念過的政大東亞所 以前我們政大東亞所其實是 也是韓國瑜的念的所 我們那個所其實不是在政大裡面 我們是在政大外面靠近史南宮有個國關中心 我們以前這個所門口是佔先兵的 因為裡面所有的 裡面有所謂的資料 資料都是中國大陸的 那當時他能夠到東亞所監客 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要經過嚴格審查 那為什麼因為他了解共產黨 所以我認為後來蔣金國為什麼提名他當副總統 或做繼任者 很大的原因是他了解共產黨 我解釋一下 蔣金國也在流二嘛 就是那個李前仲 他其實生命中歷經過兩次白色恐怖 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就長達一個禮拜 他被警總約談 你知道都是半夜才回家 一進門的時候 因為全家都在等他 那時候縣文還在的時候 蔣文會去開門的時候 聽到那個車子的聲音 他會去開門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就檢查他的手指 檢查他手指 檢查誰的手指 檢查李前仲 是 那一整個禮拜 那時候就被約談 後來當然有幾個寶人 像蔣燕士 像王作榮 他就寶他就是 他後來加入國民黨了 那為什麼蔣金國不介意他過去讀書會 被懷疑是跟共產黨的關係 那時候扣帽子 蔣金國自己外放蘇聯 十二年他還加入過共產黨 他也是共產黨 但是那個蔣金國觀察他很久 在李登輝做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你知道他常常蔣金國 他常常微服出巡 他趁李登輝在工忙的時候 他跑到他的官邸去 那時候曾文會他好幾次 他想說怎麼突然來了 他那時候也不太會善言談 後來他就看看他家裡的 是不是很朴火 朴實 有沒有像外國的地方 就被家裡弄個古董 而且曾文會聽不太懂 蔣金國講什麼 沒有 蔣文會 蔣文會很低調 其實蔣金國也不多話 蔣金國開會大半個幾個小時 他差不多不發抑鬱 大家都要揣摩這個特務性格 然後就曾文會通常都奉茶之後 安安靜靜的 那也不多話 千萬不要跟他講 這冠軍就一斤三萬 對不對 這樣就慘了 然後他之後沈主席他在那個 沈議會備詢的時候 最關鍵的一次 蔣金國都考驗他 你知道嗎 當沈議會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作囚 或是怎麼樣 那沈議會問他一個很刁鑽的 很敏感的意識形態的問題 結果李登文會回答就是 百分之百政治正確 你知道嗎 那個詳細那個一大串 那個我就不講了 就是非常 蔣金國非常確定 他在他的思想上 或外界那種傳聞上 過去的那個政治履歷上 他說他完全不相信 而沈議會在沈主席 我再講一段秘辛 就在海外一個廖院士 他有一次到中心心圈去 拜訪這個李前仲 李前仲把他拉到那個小廚房去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有這個 防一些這種監控的那個 那個準備 因為過去經歷過白色恐怖 他把他拉到廚房去 他那時候跟他講台語 他講台語講一句 我也是台語 那時候就可以顯露李前仲 他隱忍 他隱藏自己的 當時他是神主席 他隱藏自己的這個政治理念 那你說後來副總統 那鄭姐剛剛已經講了那個底蘊 就他學者出身 他不像林陽港 有小圈圈對不對 那時候外省就覺得說 這個有小圈圈 那時候李登輝考慮三個人 邱川萬最先出局 這個就不用贅述了 這個很多過去的歷史 這個林陽港也不用罪述 大概就是那個范老師講的 那個蔣經國考慮李登輝 他就是經歷過那種對他的長期的一個觀察 你知道嗎 那兩個出局以後就是李登輝了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後續在接 他怎麼樣去擺平蔣家勢力 忍了嘛 忍工 還有那時候外交教父是誰啊 沈昌煥啊 對不對 他包括後來晉升他的人 後來都像那個雷炳章 就是以前臺北市長時期跟著他 那最近張榮峰 就前國安會的副女長張榮峰寫的那個 真的寫得非常精彩 真不愧跟過李登輝的 請教光潛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們也請這個佩芬姐來說一下 因為這個老實講他面對那麼保守的勢力 那老實講自己是一點點基礎都沒有 對不對 蔣家勢力是這麼的龐大 請大家看一下這個時候已經做總統 這時候做總統 是誰低頭下來 總統啊 握手 握手是他低頭 你還沒看過那一張蔣宋美 坐在輪椅上 他是九十度的 然後你看看這個時候是總統 但是兩腿併攏 手放在上面的是誰 是李登輝 那因為他有跟我說 其實當時這個 郝伯春被拔軍權 有去跟他告狀 請他出來幫他主持公道 那那一段等一下我們繼續聊 來 先休息一下 這個是李登輝當臺北市長 旁邊就是蔣經國 那這個蔣經國帶他去看視察臺北市 當時他慢慢地取得他的信任 對不對 這個是破土 這是蔣經國 這是李登輝 那麼這個後來呢 得到信任之後 蔣經國把總統的位置交給他 可是拿到總統位置之後 他跟蔣宋美齡的坐握手 竟然是這個李登輝頭低低的 擺出微笑 這個是他 他的坐姿 這個 方老師 你什麼時候坐姿有過這樣 當兵的時候 我去見宋美齡的時候也這樣做 當兵的時候 宋美齡也是這樣做 為什麼這個呈現這樣的姿態 你在問我是不是 其實我在回答這個題目之前 先補充剛剛講 大家剛剛講林洋港 為什麼會這個出局 林洋港出局跟蔣經國日記裡面 還有一段距離 他為什麼出局 因為他班底很多 然後你知道每一個人到那個程度 都有這個警備隊 就是有安全人員跟著 那個林洋港後來他的幕僚就跟他說 你跟在身邊這些人每天都要打小報告 你做了些什麼 所以林洋港就把那些人全部換掉 換成警官隊 換成警官隊以後 後來蔣孝武就是說他到底想幹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關鍵之一 那李登輝除了我們剛剛講 他被蔣經國相中的原因 除了我們剛剛講一堆 最重要是他的青年 你知道他那個時候做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住的房子三十四坪 然後在家就跟一般人一樣 所以李登輝後來為什麼一直說太太很重要 因為就是說你已經當了市長了 然後你那個市長夫人那個場面也很大 可是他還在窩在三十四坪的房子裡面 在家還穿個那個四腳短褲之類的 市長不是有官底嗎 對 但是他是住在他那個三十四坪的房子 所以後來不是大家在講嗎 蔣經國說你看那個政治人物太太很重要 後來不是講陳水扁的問題 其實宋美玲那一次回來好像是 好像是蔣介石一百名誕吧 還是哪一名 他回來什麼老幹薪資的那一次 然後他就在那個復聯會的那個禮堂 接見一批一批的這些官員 然後李登輝當然就會去 然後後面的人就會 但是宋美玲也很厲害 他那個時候已經九十幾歲 快一百歲 他問每一個人他都記得 你知道嗎 就是你那個什麼什麼 他每個都記得 所以那個李登輝去看他是很正常 那基本上我覺得 李登輝對他那些幕僚們 你知道郝伯春我覺得是第一個宣誓效忠的 因為他那時候是真的怕軍事軍方政變 他那時候為什麼剛剛光晴說他晚上睡不著 他是真的睡不著在家裡面渡方部 但是有幾個早年就跟他不錯的人 在那個一起在官底 他就在那邊渡方部睡不著 你知道他擔心什麼 他就擔心軍方會叛變 他就說跑不充會不會調軍 調軍隊來打他 那後來我還接到一個電話 你知道嗎 我說怎麼可能 我說基本上第一個 不可能調台灣兵來打台灣總統 這絕對不可能的事 而且那個時候有政戰 所以你不是說總長下一個命令 然後台灣兵就過來打仗 你知道他真的睡不著在那邊渡方部 蠻可憐的 那個時候他是真的孤立無援 有少部分的人來親他 後來他們為什麼會 國民黨會引進那些本省人 因為那個時候他的權力就是正爭的時候 他們就發動那個全省二十一個縣市的 政府議長聯名挺他 對 這就是那個後來引進那些地方人士 也就是黑金的開始 你知道因為那個地方人士 他們講的國民黨二十一縣市政府議長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黑到 要不就搞金 所以那個時候就黑金政治 就從那時候開始 自貧專案 我覺得應該是想講就是說 功過都有 但尚未蓋棺 對 然後那個時候他為什麼對蔣宋美 因為那個夫人派 連蔣經國都要讓步的人 你知道那個叫做婦科婦產科 小兒科是蔣經國 那如果宋美齡那個時候不是有一封信 要叫他們把他那個黨主席那個時間 把他延遲嗎 他鎖在保險箱 對 那一段時間 所以他對 他覺得宋美齡那個宋家 都通通沒有了 但就是長老 所以他對他是真的畢恭畢敬 但是我覺得他那樣做 讓很多人覺得也蠻佩服的 因為第一個 你知道宋美齡那個樣子 就是每個人看到他的那樣子 而且蔣經國才問給他 他已經是總統了 對 他對人還是這樣的話 你就 而且你知道他去看那個 袁守謙的時候 袁守謙那個姿態 比剛剛那郝伯稱那個還要囂張 所以問題是 我記得那個照片 袁守謙是做這樣 對 然後李登輝是這樣 對 那袁守謙那個時候住在哪裡 他那個黃埔一騎的 那個中央黨部就是陷在那個大樓 然後那個伯父 中正紀念堂那個轉角 有一棟大房子 就是袁守謙的住宅 後來就搬走了 所以那些大佬在國民黨裡面真的是 盤根錯節你真的很難動 還就是說那時候 就是因為非主流嘛 政治加上那個軍方的壓力很大 所以我覺得李登輝是 我覺得他是說我雖然讓步 但是他心裡面也有在部署 對 這個是這個是他只有很多事情 他都是這樣子做的 他是有腦袋有謀略的人 譬如說他跟中共周旋 他因為我一方面成立國統會來騙你 可是我一方面又去接觸康奈爾大學 他不會坐在那裡擺等說 等這個事情過了 我這自然會怎麼樣 因為他那時候面臨最大 應該是那個蔣偉國吧 林蔣配 對啊 林蔣配 林兩港跟蔣偉國 對 而且那蔣偉國 算是蔣經國的所謂的一個家傳 有一點那個法統之嫡系 你不去細查他的這個血清的話 他就是蔣家人 如果你是世襲的話 就是蔣偉國的 所以說那時候李登輝是 尤其是軍權不在手上的時候 他是真的蠻為難的 但是最後找到了民進黨的幫助 然後又自己吸收一些本土派 所以所以才會穩定 整個穩定下來 就是當他把郝伯春 從行政院長拔掉之後 他他就穩定了 我記得他跟我說 他說當這個郝伯春軍權被拔掉以後 郝伯春就跑去找宋美齡 其實當時宋美齡老師講 是非常的有詮釋 雖然他表面上沒有任何職位 可是大家還是聽他的 因為覺得台灣就是他們講這裡 這樣 那麼這個蔣宋美齡就把李登輝找來 他總統喔 來你過來 類似這樣 太后召見當然要去 他會跟他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郝伯春 要跟他恢復這樣 然後李登輝說 那你下條紙 他說叫他用白紙黑字寫下 你下條紙這樣 蔣宋美齡沒有重計 那個要是下條紙 這是傳聞吧 他說的 親口說的 可是我覺得你知道 你要問我我會覺得到後來這些 有些說詞不要完全相信 也許 因為郝伯春我覺得是貪戀 那個行政院長的位置 所以他 我覺得李登輝那個時候厲害是 這幾個大佬 就是黨政軍的幾個大佬 他用權力去引誘他們 他們自己淚鬥 比如說像余國華被鬥下來 你說李煥有沒有參與咖 李煥當然有參與咖 吳春雄去立法院去 結錄那個什麼非文案 然後他就自己去接了行政院長 郝伯春是拿行政院長的位置去 然後郝伯春也可以押住李煥 所以郝伯春 所以他後來寫那個無愧的時候 對 那他們送了我一本書 我看完以後我就說 你們這個下來那麼久了 寫那個回憶錄還有火器 他們不承認 我說你們再仔細看 因為一個人出將入巷 歷史上也沒幾個人 當然 他當然要那個位置 否則他怎麼願意把軍裝拖下來 出將了嘛 接下來要入巷了 對 出將入巷 行政院長就等於宰巷 對 你在想看每個人為那個 而且醫生嘛 你做軍頭做到頂 我就講郝伯春是軍頭 那個軍頭做到頂 也不過就是那樣 就算好家軍在軍隊裡面那麼多 可是如果能夠做到行政院長 就出將入巷 你說他不會願意做嗎 是是好 那麼請大家看這個是當年這個李登輝 在蔣經國去世之後 他接任總統 他寫的是臺灣之職 Native Sign 這個是 這是蔣介石 這是蔣經國 這是李登輝 第一個 第一次總統不信講 然後他當時時代雜誌寫的是 蔣家政權凋零 Dynasty 蔣家政權凋零 這要上時代雜誌可沒那麼簡單 對不對 不過蔡英文上好幾次 那個年代 蔡英文是亞洲少數這麼優秀的女總統 對不對 這後來李登輝他民選總統 他去訪問美國 又登上了時代雜誌 叫做Lee in the US 李登輝在美國這樣子 這補充一下 因為我跟他去 你有跟他去 其實你今天都把整個在 站光光了 真的 沒有 還好 要講三集 開玩笑 專門我 獨家專門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來 光潔剛剛要補充 是 其實李登輝前總統 他所以有民主先生這個稱號 我覺得最關鍵的有兩個時期 第一個就是說 他九五年到這個康南有訪問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跑黨政記者 我們都有隨行 那時候看到李前總統 他非常的高興 因為以前我們都說過境外交 在旅館 而且在大廳放下風而搖 可是他那時候 費了很大的功夫 跟美方交涉 那時候是柯林頓當總統 後來他入境 入境之後 他到他的母校康乃爾演講 我還記得那時候 他在康乃爾那個禮堂裡面 而且是開放那時候 有一些僑胞進場 你知道他發表那個著名的演說 明之所欲 常在我心 像現場那個掌聲不斷 你知道那真的 我那時候我們那時候寫稿 我們數一下 二十幾次 那種掌聲如雷 那個真的是一個歷史時刻 而且是後來全場起立鼓掌 所以那次之後 後遺症也很大 我們知道那時候 台海危機 就導彈危機 從九五到九六年 那這邊就提到 剛剛講的張榮峰 張榮峰那時候 一般人都認為 他什麼十八套劇本 以為是只是應付導彈危機沒有 我那時候後來裝訪他 他十八套劇本 他的想定 就是他的擬定 是針對九六年總統直選 就是說你不管台海局 是什麼嚴峻 你就是要讓李登輝完成九六年 民選總統 這一個很關鍵的一個歷史進程 所以後來完成了 那當然前面有一些波折 這個都是歷史公案 就譬如說 那時候斯啟洋跟馬英九 他們覺得有被騙了 因為那時候不是叫我們 跟那個學者研究嗎 研理一個什麼委任直選 的方案 後來怎麼突然拋出總統直選 那一直到這個整個修憲 然後動審 動那個審議會 然後整個審議員大局進軍國會 這整個脈絡 那當然早先的話 兩階代那個國會改選 就是老賊下台 對不起 老委員下台 就包括國大 包括立法院 這我們好像不會減掉 對 兩階段那個退職 其實從兩階段退職 包括在行政系統方面 從李煥鬥余國華 然後郝伯春鬥李煥 然後蔣經國後來把這個 郝伯春也處理掉 這郝伯春沒有想像中 那麼強硬你知道嗎 後來我還記得 最後一次中場會 那時候場外很多挺好的民眾 在那邊抗議 在那邊叫囂 你在那個場中 你知道那時候 舊的那種建築物 他聽得到場外那種叫囂 結果沒想到就是那一場 這個郝伯春他軟了 你知道李登會用四個副主席 其中讓郝伯春掛頭牌 那時候就解決掉了 當然是一路是很嚴峻 包括國民大會 那時候進階選舉 這個總統 所以他那時候 其實兩送一輸 怎麼後來兩邊比票數 然後他去拜訪 包括到李煥家 結果還收到他太太的閉門 跟這一連串故 一直到96年 終於是他第一位 我們台灣的民選總統 所以這也是他的一個歷史定位 名之所欲藏在我心 一直連貫到 他是首任的這個民選總統 那時候有好幾組 但是他拿54%選票 老實講是不簡單 那時候好像有四組 四組 五組 五組 陳旅安 朱高鎮 還有陳旅安 朱高鎮 然後還有 朱高鎮一組 李洋港 李洋港 最年輕的時候 這是他的姐姐 然後再看一下 這就是李征文慧 現在已經九十四歲了 他當時在台營上班 以前要考進台營很容易 很難 很困難 這是怕算帮 這個是李登輝結婚的時候 他們就是同鄉 你知道 都三支人 對 那個李登輝 他每次這個上學的時候 那鄭文慧有時候 偶爾跟他的母親 他們要搭那個 都在三支 搭公車 那時候李登輝 其實很很害羞 也不多言 後來就是開始通信 寫信 寫信 後來兩個見面之後 李登輝第一次跟鄭文慧 約會的時候 約會 跟他談什麼你知道嗎 跟他談福士德 看很多書 然後丟幾本那個世界民主教 那個鄭文慧 回去看 鄭文慧就是台營上班 福士德是魔鬼的教育 結婚是交換身體 鄭文慧他在台營上班 他就利用空俠之魚 就真的有看 然後再下次約會的時候 跟那個李登總統 那時候就討論說 福士德幹了以後的心得如何 就這樣子 鄭文慧多才多藝 他們那時候 在那個日治時代 他可能受高等教育 對不對 他那時候情奇書畫 其實某種程度 他都有一些底子 來再看一下 這是當時結婚的時候的照片 這樣 那其實那時候 民國三十八年 臺灣應該是還是很窮 對 那個算很有錢的家庭 算是不錯的家庭 還有辦法這樣穿 對 因為我記得我爸 我母親說 他們結婚的時候 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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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當著穿著是這樣 那方老師剛剛有講 曾文慧女士 我跟她吃飯幾次 她是幾乎都不曾講話 話不多 真的 不曾講話 然後呢 只會默默地看她老公 在那邊喝酒的時候跟她說 減飲我 就你以前怎麼都不忌口 所以就靠正文匯在後面拉 而且李總統喜歡喝威士忌 我猜她後來的糖尿病 搞不好跟當臺北市長的時候 開始要大量應酬有關 因為她有跟我講過 她說那個時候 她回家喝喝的時候 跟臺北市議員 你知道要預算過關 要什麼政策推動 正通人和 她說她一枚 結三罐 那個什麼 那個 高粱 紹興 不是 薩落馬 問題她當臺北市長的時候 台北市長還有你喝 高粱 還有你喝少興的 那年代就是紹興興 當然說很風險 還沒有紅酒 喝紹興 我們跑新聞都喝紹興 沒有 她在當臺北市長的時候 她其實還沒有什麼政治地位 所以要討好很多人 要靠這個 對 然後我記得我們所有的活動 他們兩夫婦一定都坐在那裡 而且從頭坐到尾 而且真的是你有什麼場合請她去 我第一次看到她出席那個場合 手都會這樣在後面那樣子 有點緊張 跟她後來完全不一樣 後來完全全情一次 有自信 再來就是說李登輝 就是要從一個 完全沒有政治基礎 爬到那個位置 在臺灣有所貢獻 留下這樣的資產 其實真的是要付出很多 這沒那麼簡單 等一下我們繼續好不好 來 我們先休息今晚 好 這個事情 重挫了李登輝 對 就是她的精神 這是李憲文 她唯一的兒子 就是她的媳婦張業芸 其實張業芸 昨天有被拍到 有出來 有出來 這是很瘦 很瘦 那這是她的理婿賴國洲 她的理婿黃巡武 這樣 這是李憲文 其實李憲文長得很帥 對 這是李憲文 生了現在的 現在的巧巧 李憲文後來因為BNI 他走了 然後李登輝 他們全家去跟他掃墓祭拜 後來他的重心在巧巧身上 你看這張照片 就傳達了那種阿公和孫子 那種非常好的感情 對不對 可能是他很大的心靈寄託 精神寄託 這個李憲文的去世 對李登輝很大的打擊 那個 我覺得會 我覺得差別很大 所以他整個精神都在李喬喬身上 你知道李喬喬從小就都他帶著 然後那個去參加那種很大型的酒會 還插了指甲油 還拿了酒杯敬酒 所以喬喬從小就見過大場面 而且那個李登文會照顧他真的是無為不止 還跑去學校選那個學生會長的時候 去演講還陪著去這樣子 還幫他寫稿 所以我覺得他那個長大的過程 是真的是蠻被重視 那你對李登輝來說 我覺得他對賴國洲 倒沒有那麼真的寄以厚望 因為賴國洲常常應酬很晚 那回到家睡覺 然後第二天早上 對 李登輝出門他還在睡覺 那李登輝就生氣 太陽都照到了 怎麼了 你還不起來 真的嗎 真的 他常常就睡 日上三竿九點鐘 李登輝七點鐘就出門 他還在睡覺 那李登輝說太陽都照到什麼 還不起床 李憲文這一段我補一下 其實李憲文他是 李田總統這一身最大遺憾 你知道那個 我就故事很多 我就講一個場景 你知道我那時候在做紀錄片 李總統這一段時候 那個我訪問黃大舟 黃大舟是李登輝跟他太太去康南爾休息的時候 是他常常進他們家裡照顧那三個小孩的 他說那個憲文真的長得很俊 他就有點像那個少年維特帆 那時候經常穿一個鵝黃色的襯衫 而且不只女生喜歡他 阿姨喜歡他 連很多男生都很喜歡他 就白白淨淨的你知道嗎 那後來他那個鼻炎癌過世的以後 結果那個李總統他是親手抱著他的遺體 一步步走向停時間 而且後來要送進冰櫃的時候 不是會有一個鐵床嗎 推床嗎 李總統他兒子都走了嘛 應該是一具冰冷的遺體了吧 李總統還擔心那個床太冰冷了 他還擔心那個鐵架太冰冷了 會這樣子讓他的兒子 會冰到你知道嗎 所以李總統在那後來好幾個夜裡面 他就一個人坐到那個客廳裡面 無法接受 可是他後來跟曾文會 靠什麼走出來 靠宗教 靠信仰走出來 而且後來他對蘇智誠擺一擺 就是說那麼親信 就跟李憲文最後那個階段 蘇智誠真的每天在照顧 有遺情 所以他那種遺情作用 我覺得還是在 因為後來很多黨政高層去告李登輝 說蘇智誠很跋扈 拒絕他 然後李登輝說怎麼會 他每天七點鐘就在那邊 乖乖地站在那邊聽我指示 對 所以他看他像兒子 我有問過李前總統說 你的國政有沒有過 你沒有辦法做決定 還是徬徨的時候 他說有 我說你都怎麼解決 他說翻證經 對 我們先休息一聽完告 這個是李登輝 這是馬英九二零零八年 他把他的手拉起來 不是他選第一次選黨那個臺北市長 馬英九第一次選台北市長 他選台北市 喝臺灣水吃臺灣米 李登輝跟他這書這樣寫 跟他同臺造勢 高舉馬英九的時候 問你是什麼地方的人 馬英九回答 我是臺灣人吃臺灣米 喝臺灣水大的新臺灣人 李登輝再問 你要走什麼路線 馬英九回答 李登輝路線 那個是先前李前總統叫他講的 你不這樣講我就不支持你 所以李前總統後來出了一本 叫新臺灣人 他後來因為新臺灣人 被馬英九拿去用了 所以李總統很不以為 因為他後來對馬英九的路線很不以為 他後來又加兩個字 那是有一次參議院的時候他講 他出了一本叫新時代的臺灣人 他說兩個字 他說因為新臺灣人 就是等於被馬英九拿去用了 就是那一場太有名了 他後來出一本小冊叫 新時代的臺灣人 這裡給你看 1996年的那個政治人物排行榜 24年前 對 第一名馬英九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說 第二名就是馬英九跟陳水扁 那時候最紅 台北市長 第三名宋楚瑜 對 第四名呢 第四名才是李登輝 那第五名呢 對不起 因為看不太清楚 第五名是吳伯雄 要選到阿麗山都要選 第六名是張孝妍 第七 孝萬長 八 連戰 九 然後胡志強 十 吳敦義 後面就不用講了 後面黑的就不用講 二十四年的政治實力演變 我一直覺得啦 國民黨今天會淪落這種地步 當年兩千年政黨輪替的時候 把李登輝趕走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關鍵 因為國民黨你走到現在為止 你會發現他跟本土派 李登輝 不管說李登輝用地方派系來建立他的政權 到底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李登輝至少代表了所謂國民黨一部分的本土派 像譬如說黃祖文 就是新政會那些人 那些都是李登輝特意找進來的臺灣人 然後李登輝再來說就是一個 集思會 集思會 對集思會 然後還有那個所謂劉兵偉他們家族 然後就是說還有徐成坤 那整個國民黨就會變成是一個省級比較平衡的一個 然後路線會比較 比較在跟接地氣 從此國民黨就沒有李登輝這個本土派的招牌 所以他就淪落成為一個越來 就為什麼我們會討論通話 越來越像這個所謂的新黨 就是因為他李登輝走了之後 他整個本土派很視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次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全是外選職的 那整個就把本土派的招牌 通通送給了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就撞到了 范老師 阿強的不知道怎麼看李登輝 恨死他了 我覺得 第一名恨的 台灣人就是李登輝不是陳水扁 是喔 因為會耍了他嘛 但是我比較講 就是說中共對李登輝是又恨又盡 恨他是說因為他把臺灣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以前我小時候 講到總統都是坐輪椅的 蔣經國 對 後來印象裡面 那後來李登輝出來 哇這麼高 80公分 這麼鷹挺 鷹挺 站得又直 然後英文也會講 日文也會講 又有國際觀 所以那時候我們發覺 原來總統是可以這個樣子 而且李登輝他在他總統任內 他訪問過非常多的非邦交國 新加坡 菲律賓 泰國 那阿強會敬他什麼 敬他就是他善用當時台灣的能力 因為他走出國際啊 我剛剛覺得他去過這麼多邦交國 約旦